南界是大理州的一个下属县 也是一族繁盛的跳菜之乡 无量山环绕着这个城市 土林在这里经历风吹雨打 无量寿塔默默地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而我们玩美云南一日三时 本期的挑战地点正是美丽的南界 这一次我们的外国友人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又会给我们介绍哪些当地的美食呢 赶快跟随他的脚步一起去品尝吧 大家好,我是苏莱曼 大家还记得我在墨江战的精彩表现吗 因为有了上一次的挑战 我对南江战的任务信心满满 我喜欢旅游锻炼 一些难题都难不到我 没事那就更不再花销了 我拉得不好听,一点也不好听 走,去看看我在南江战的任务吧 什么字?是不是火焦的? 啊,来了 给我 吃不吃 谢谢,谢谢 我的任务卡吧 看吧,挑战 吃什么 早餐 过白有份 不知道,但是肯定好吃 午餐 可能是鸡呢 晚餐怎么可能调菜 菜怎么会调吧 没事 那就等吧 晚上就知道 这个不用说了 一,二,三 全部三十块 那么小心啊 那么多三十块 去 本期任务 一,早餐 吃南建特色小吃锅巴油粉 二,午餐 吃无量山野生放养的腊木瓜五谷鸡 三,晚餐 吃被称为东方饮食文化的挑菜 苏莱曼本期活动经费三十元 必须在晚上九点前想办法完成任务 挑战开始 南建县城,城南北走向 遗族的跳菜被塑为地标 彰显宜人魅力 建南建北两个公园首尾相望 美化着这个城市 作为大理的南大门 这个隐藏于深山里的城市 从来不缺美食 穿遍大街小巷所到之处 无不是让人垂涎欲滴 停步不前 接下来我们先找我的美食圈道 师傅,可以走了 那里有人 我去看是不是我都没想到 美妮,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请问你是苏莱曼吗 这是我 你好,我是你这次的美食县导 欢迎你来到这里 太漂亮了 你也很帅啊 你也很帅啊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来南建 知道啊 你来完成你的美食任务 对啊,你可以帮助我吗 可以啊 好的,我们走啊 不可以 为什么 要完成你的任务之前 我还要带你了解一下这座城市 好,我们走吧 好,走 好,走 今天妈 我今天晚上的任务是什么 是挑菜 我知道啊 很奇怪吧 苏莱曼,你看 这就是你今天晚上的任务 你看吧,小巴 没有啊 怎么可能 这是雕塑 这个是雕塑啊 但是它是挑菜 我有点饿了 我的向导带领我 游览了南建城 不仅让我了解了南建的文化 也让我尝到了许多的小车 太点了 哇,很重呢 这是辣豆 里面配配的 替你们尝吧 但我更关心的是我的早餐人物 这是一个小村庄 那么老的房子 对啊 这叫和尚村 接下来 我们要去的是和尚村 在这里我将吃到我的早餐 我们开刀了吗 马上 我们在前面走 马上就到 真的吗 对啊 你刚才说什么马上吗 对啊 哦 你们知道吗 马上 一会儿 快到了 真的 不用相信他们 就是 就是本地人的口头厂 来,小巴 就这家 真的到了吗 真的到了这次 这里还是云南吗 走得那么远 是大姐吗 大姐,你好 好,你好,你好 啊 大家好,大家好 你两个早 她叫苏莱曼 我叫苏莱曼 我没想到说 你们家的锅巴油粉最好吃的 是的 锅巴油粉就是我的人物 我想吃 现在可以吃吗 还可以做好呢 我帮助你们吧 那就一起 给我们一起进去 好的,走吧 走,走,走 好,走 走 采用当地上好的豌豆 抹成细粉 接着过滤豌豆粉 这需要四五遍的工序 直到豆浆的泡沫变小 洗灰 小姐,下面的怎么叫 下面的是叫粉 里面的呢 里面的呢 里面的就是抓 抓一个的哪里了 抓一个的去掉了 啊,是这样 我明白了 实际上她的发现 她的脸 一点听不懂她说什么 所谓的锅巴油粉 就是把豆面和生粉 按比例放入锅中 烤干之后形成的 大姐徒手起锅的绝活 可是练了十多年了 大姐,你们在这里几点开始做 明天嘛 就是早上零点 坐到下午六点 啊,是这样 早上零点 我明白了,大姐 我明白了 一点也不明白 祖来曼 你一直在锅边打扰大姐 这不是添乱吗 你一直在锅边打扰大姐 这不是添乱吗 因为你教得很好 你这样吗 是是是 肯定这种最好吃的吧 下面是大姐做的 这种是我做的 有点糊 一会儿我尝一下 做好锅巴 就到了做油粉的时候了 先把豆粉煮成胶状 把锅巴一层层地粘起来 形成千层饼的模样 就是锅巴油粉了 大姐,做好了没有 做好了,可以啊 我还可以等呢 但是我就担心我的美食想到 想到你在哪里呢 半天没看到你 我在这里弄这些调料 哇,那么多呢 对啊 这些都是待会儿你哦 放到这个锅巴油粉里面的 怎么做 那么多的配料 这个也是我做的 你尝尝一下 好 因为南建海拔较低 气温较高 这里的人更喜欢吃冷的 再配上木瓜醋 油辣椒等一系列佐料 一碗爽口的锅巴油粉 就形成了 终于可以完成我的早餐任务了 看着不香美味 就像我们学校的豆浆和油条 但是还有在里面加好多东西 吃起来味道太好了 我也不知道 他刚才说 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但是很好吃呢 这个东西 哇 嗯,想到实际上 我的早餐任务 不太难啊 好了 可以付钱了 可以啊 大姐呢 我交的 大姐 好 大姐 你要不要再交的 啊,谢谢你 谢谢你 但是我们吃饱了 大姐,我必须给你多少钱 不用啊,不用啊 大姐,我必须给你钱 那么拿的加工费 拿的加工费就可以了 拿十二块 十二块 十二块 二十 给你二十块 那不,你八块 八块吗 一 二 三 八 最后 还想吃八块 第一项任务 早餐 锅巴油粉完成 三十元减十二元 等于十八元 锅巴油粉最好吃的 苏莱曼花十二元 完成了早餐任务 吃到了当地的特色 锅巴油粉 很好吃呢 还想吃八块 那我们的苏莱曼 接下来要怎样完成他的午餐任务 他又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窘况呢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那有了 好,我试下 要怎么办呢 在无量山中最出名的是樱花谷 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初是樱花最盛的时候 苏莱曼来的不是时候 错过了花期 栽种樱花最初是为了为茶园遮阴 无量山的万木茶园 长于高山云雾之中 受雨露滋润清香甘甜 苏莱曼,你跟向导是不是太浪漫了 忘了午餐任务了 慢慢慢慢慢慢 那么多 都是茶叶吗 对啊 这里是叫万木茶山 那边也有好多 你知道吗 吃吃茶我就品尝一下 好 怎么办 这里的农户都种茶啊 家家户都种茶 想喝吗 当然 那去走吧 选择吗 对啊 好的 走 我们走 这里马上片也都是茶 然后附近的老乡家都种茶 而且他们特别热情 这里是谁的酱 不知道啊 走我们进去 淘一杯茶喝一喝 你好 请问有人吗 打扰了 大哥你好 我们想过来淘一口茶喝一喝喝 可以吗 很好 谢谢 谢谢 好 你先坐 这是我的大哥 你好 你好 好 我泡给你们无量山野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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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多喝点这个茶 这茶是我们从云石森林里面采摘的野茶 最近这个山里面都没有 好喝呢 好喝 在无量山 招待客人最好的方式 莫过于茶和蜂蜜蘸核桃 你们看 在这里河头怎么吃 我尝一下 苏莱曼 注意你的吃相 别丢向导的脸 这里的老乡很热情 茶也真的很好喝 还有核桃蘸蜂蜜 简直是美味 嘿嘿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钱 你吃相里面是吧 我们还有任务啊 什么 还有午餐的任务 哎 shit 这个怎么办 我还必须 这个五股鸡 哪里找得到 五股鸡我兄弟就有啊 真的吗 我家就养着五股鸡 这样很好呢 大哥 大兄弟 帮助我吧 那我领你们去抓鸡 可以 可以去抓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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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不是鸡的宿舍啊 这是鸡睡觉的地方 这是鸡的宿舍 鸡住在里面对不对 对对对 我看一下 好 跑出来了 大哥咱们都跑了 怎么办 大哥怎么办 抓不到 你自己去抓一下 可以 当然可以 我们一起试试吧 你帮助我 好 走 来 来 无量山的五股鸡 采用放养的方式 野性十足 想要抓到这里的鸡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不小心 把大哥家的鸡放出来了 真的是太难抓了 我从这边追 他们从那边跑 还让我的想到 狠狠地耍了一跤 然后我更节散回来 这个怎么办呢 你没事吧 你没事 没事 没事 哇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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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按住 展开 展开 抓到了 抓到了 哈哈 哇 很好 很好 哈哈 你们看 抓到了 我们的五股鸡 还有那么大的蛋 这个蛋很重 大哥 想到我们去做饭吧 走 大哥说 做拉木瓜五股鸡 要用干木瓜 但是这里没有了 我就动去帮大哥找 好 我的想到太懒了 他叫我自己来找木瓜 怎么找得到 我就是一个外国人 你们告诉我吧 大哥 你们家有干木瓜吗 我们家没有了 已经吃完了 没有了 好 我们去搬 整理吧 看看 最好 我们不得了他们 走吧 你们怎么样 好不好 哎 进去吧 你好 大哥 闻你一下 你们家有没有木瓜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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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小朋友 你们家有没有木瓜 有的 你可以给我一点吗 可以 可以吗 哎 要做什么呀 好的 哦 很好 好 这个就是木瓜 对不对 谢谢你了 谢谢你 辛苦你 找到了 耶 来 兄弟 我找到了 你好 你好 找到了去吧 给你给你 好的 那麻烦你帮他保下去 我去给你弄一下其他 可以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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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 你做得到 绽子 做什么 蛋糕 我来做 鸣肉 做什么 切成块的五股鸡 炒拌 炒至半熟 是加入 发好的木瓜的时候了 木瓜特有的酸味混入 辣木瓜乌骨鸡正在悄然形成 苏莱曼 你可要耽误好了 鸡肉变老 可就不好吃了 大哥 做好了没有 大哥 大哥 想到快饿死了 好了 来了 来了 肚子饿了 这就是我家的乌骨鸡 这个是腊肉炒鸡 这是属于木瓜鸡 这是黄蒙鸡 这是我的物餐的物 我们可以开始吃了 这个为什么叫飞鸡呢 飞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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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们这边有个名称叫飞鸡 这种鸡嘛 然后它是写在那个树上 就是说它会叫飞鸡 因为它这样会飞经常跑的鸡嘛 它的肉质的比较细腻 非常好吃 好 尝一个 多吃点 谢谢 谢谢 你们也吃吧 好 来 多吃一点 吃到我的物餐真的不容易 有时抓鸡 有时抓木瓜 感觉好累 但吃到嘴里 一切觉得豆测了 很好了 完成了我的任务 对 这别办 大哥 我们吃饱了 谢谢你 给我机会 完成了我的物餐 我给你多少钱 不用不用 我们也送你这么后客 大哥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你必须守我的钱 不需要 不需要 不用不用不用 让你必须不需要 我们也送你这么后客 便宜一点可以吗 便宜一点我应该给你多少 我为了完成你的任务 好 摩树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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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权了 怎么办 我来晚餐呢 第二项任务 午餐 腊木瓜五骨鸡完成 午餐 十八元减十八元等于零元 苏莱曼 你的经费已经花完 晚餐该怎么办呢 机能好了 苏莱曼顺利完成 午餐 腊木瓜五骨鸡 但也因此花光身上所有的钱 我为了完成你的任务 好 摩树下 没有钱了 接下来的跳菜 苏莱曼将怎样面对呢 你有钱也吃不到 你们有没有跳菜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更精彩 我也要参加 在无量山中 因为天气的阴冷 是制作火腿最好的条件 在这里火腿便接都是 两年以上的老火腿 比比皆是 在简单的家常菜中 加入几片火腿 就成了一道美味的食物 也是待客的必备食物 天道 什么 现在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没有钱了 你知道啊 我的晚餐怎么办 一分也没有 晚餐啊 是啊 我的任务 今天晚上的晚餐 你有钱也吃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今天晚上你要吃的晚餐 只有在过年的时候 还有办喜事的时候 才能够吃到 所以说就算你有钱 你也吃不到啊 这样吗 对啊 最好我们不打扰他们 走吧 啊 来 我们走 我们走吧 听到了没有 就去这吧 你怎么知道是这一家 这里是我的地盘 你怎么还给我来进这 哎 快快来来来来 我们来吧 哎 大哥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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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大哥问你一下 你们在这里办喜事吗 是的 今天是我二次结婚 是这样 我还有一个任务 我必须必须吃挑菜 你们有没有挑菜 我们这里 马上就可以吃到 我们这办喜事每逢都可以吃到挑菜 我可以吃吗 可以可以礼品钱礼品钱 婚礼太隆重了 你们看这么多的大锅 还有这么多的菜 很多的菜 我都没有见过 我不能百吃百喝 我决定帮帮忙 我也可以帮助你们吗 我也可以切 可以 我来 哇 那么大 这是用来做的大红冬包的肉 大红冬包又叫做大红肉 是跳菜时的主菜 采用上好的猪肉 用红西米染色之后 猪肉显现出极香的红色 切成一块块的方状 寓意着天圆地方 把两年以上的火腿放入锅中 煮半个小时 然后加入晒干的白豆 沸水煮至饱满 再添加各种佐料 一碗美味的白豆火腿 就成为遗族宴席上不可或缺的食物 当地遗族的婚礼还保留着遗族古老的婚俗 夫妻喝焦杯酒 行贵拜礼 青莱族中最擅长表演舞蹈的人 演绎一族最喜庆的舞蹈 祝贺新郎新娘白头偕老 再来一块 真的好吃呢 但是真的好吃呢 好吃好吃好吃 所以这样我已经吃饱了 婚礼仪式结束了 是到了该上菜的时候了 跳菜不仅有大红冬包 还有几道美食 构成了跳菜丰盛的宴席 跳菜是一组过年和办喜事才举行的活动 把所有的菜肴分批装入洗盘之中 拖着洗盘以再歌再舞的形式 跳着把菜端上客人的桌子 这个过程叫做跳菜 跳菜把遗族人的粗犯豪放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也把遗族人乐观积极的心态挥洒到极致 这一历史已经延续了千年 这一特有的上菜底仪和民间艺术融会其中 堪称东方饮食文化之一绝 他们的舞蹈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我很想上架 跳菜原来是这个样子 我还以为是会跳的菜呢 好吧 我也要上架 开始我还有一点紧张 担心把菜弄翻了 但是慢慢的我觉得我还是跳的不错的 你们觉得呢 好 跳菜真的不简单呢 很累了 但是我现在也会跳菜 虽然上菜的时候有点累 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完成我的晚餐任务了 我们可以吃了 这个是五亮山火腿煮白豆 这个是属于大红肉细沙的猪 大哥 这个是不是我以前做的大红豆包吗 是的 是的 在结婚 我们年过节都能吃到 平常还是吃不到的 很好吃 你尝一口 嘿 忙了半天 终于可以吃到了 我的晚餐任务了 美妮 这两个都是猪肉 有没有区别 是什么区别 你想知道他们的区别是吧 是的 这个东包是用新鲜的猪肉做出来的 然后这个火腿炖白豆 然后这个火腿是用我们五亮山 特有的火腿腌制的 腌制以后煮出来的 所以味道特别香 特别好吃 美妮 这算不算 我吃了跳菜了 算了 为什么还不给我的奖金呢 跳菜不仅仅是包括吃的 还有一系列的环节呢 你呀就慢慢的等着吧 行吗 好吃还在客堂 对啊 奖金没那么好呢 好的 好吃多么 是这样 大哥是跳菜的最后一个环节 参加婚礼的人欢乐的唱歌跳舞 围着火堂 这一热闹将延续到凌晨 寓意着幸福永久 先导告诉我 这家大哥 他们也请到我们加入 跟着他们跳 很高兴很快乐 根本没有人在意我的步伐不对 四伦麦 今天你最后的奖励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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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能力终于完成了 一二三大火肉 第三项任务晚餐 跳菜完成 挑战成功 请问你是布莱曼吗 布莱曼你知道吗 这个是不是吊碎 大家好 大家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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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还比我了解这里吗 难道 哈哈哈哈 大哥大哥 想到太子了 太子了 走吧 你走 走出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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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